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 舞蹈我的酒寨里面的动作的名字问题 上一次我们讨论了三个舞蹈动作的名字 今天我们把剩下的几个动作名字 我们来讨论一下 看看怎么记比较容易 然后又不会忘 那么我们今天一共有四个动作 这四个动作都是在酒寨里面出现的 非常典型的藏族舞的动作 你在其他的舞蹈里 藏族舞蹈里肯定会看见 如果你以前跳过 你肯定遇到过 如果你今天跳的这个是第一个藏族舞的话 你在后面的藏族舞里 我敢保证你还会遇到同样的动作 好,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准备的 那个准备动作的那个舞姿 是这样 是这样,踏步,然后垂手,然后踏腰,然后拧上面的 旁腰给一点,然后往下看 这个动作 我结合藏族舞的一个传统动作 把这个舞蹈动作起了一个跟他相关的名字 张族舞传统舞蹈里面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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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好像是叫孔雀吃水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作 现在的这个动作 我也把它看成一个孔雀好不好 好,你看孔雀这个翘着屁股 然后如果你要穿着裙子的话 你就会有孔雀的那个羽毛的感觉 尾巴 然后他有腰身 然后他拧过来 然后他看在下面 看在下面 然后这个没有他那么多 他是立起来的 然后他这样 看在下面 这样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我把它起一个名字 我们叫他孔雀回眸 看水 他孔雀看 孔雀吃水 是在那吃 那这个孔雀呢 他他是在看 他是站在这 站在水边上 在看 在看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要提起这个名字的话 孔雀你就会想到啊 长长的尾巴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细细的上身 然后尾巴老长老长的 所以你会拉长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回眸 你要拧过来回头 往回看 往下看 这个名字 我觉得很好记 也很好理解 一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这个动作 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也是挺喜欢的 第二个动作 就是我们的 这个动作 我们有一个这个动作 我们出现了很多次啊 然后我们反面也有一个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其实原来他是 有一个名字的 他叫 单展翅 那么我们把这个动作 稍微的 明确一下 我就把它叫做 雄鹰 单展翅 他是写这个 描写鹰 展开翅膀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单展翅 就是说他还有一个翅膀呢 就是两边应该是不一样的 就是翅膀 单展翅呢 这个一边手回来的这个动作的这个翅膀呢 就是没有完全展开的时候啊 没有完全展开 是单展翅的 那么你这个幅度可大可小 是吧 单展翅 那么他的 不同的地方 你就能分出来了 如果说展翅的话 你可能就伸平了 现在单展翅 所以你的一个手 要有几个和另外一个手动作 要有所不同 然后呢 往下看一点 那么这个动作是描写一个鹰 在天上飞的时候 这个或者是在一个翻身 要翻身的状态下的一个 看着下面 俯瞰下面 寻找猎物 或者寻找目标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舞蹈动作 这个舞姿动作 我们就把它叫做熊鹰单展翅 那么它可以做 左边的 也可以做右边的 都可以 我们在这个我的酒寨里面 就出现了两次 左边出现一次 右边出现一次 所以这个动作的话 也是应该好记的 对吧 好我们下面 下面第三个和第四个 第三个和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前奏里面的这个动作 这个舞姿动作 还有这面的 这个舞动作 然后再加上上面的这两个动作 上面的这两个动作 我发现这两个动作 我们大家跳的时候 就是总是搞不清 就是觉得很难的感觉 现在我也没有想清楚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动作很难 这个手带的下什么位置 然后是踏哪个脚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它稍微明确一下 就是什么呢 我把它起个名字 因为它是跳旋子舞里面来的啊 旋子舞里面来 当然别的舞蹈动作里面也可能有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它看成什么 看成弹琴的动作 所以我这个动作 我给它起个名字叫 旋人拨琴 旋人拨琴 他弹琴的时候啊 弹琴 然后跳伴奏的时候 旋人拨琴 这两边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动作呢 和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动作 有一点类似 这个琴梳起来了 然后这个手再放在这里 这里 那我们就何不把它叫成 旋人抱琴 这个动作和前面那个动作 非常的像 非常的有关系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容易记也容易理解 那么你你抱琴嘛 你肯定是旁边这个手 外面这个手高 底下这个手 第一是这样抱的 对不对 你不能抱在这边去这样走 对吧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呢 又很好记 然后记得我们是在弦奏里面 学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想想 他这个弦子的这个节奏 和这个动作也有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对于我们 记动作有帮助 而且这个动作 后面的藏族里面 肯定还会出现 百分之百 保证 保证很会出现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四个动作 总结一下啊 一个是 什么来着 像什么 孔雀 回眸 对了 是孔雀 想到 个腰 然后 绝臀 大裙子 放在那 回头 孔雀 另外一个是什么 熊鹰 展翅 单展翅 熊鹰 单展翅 第三个 第四个 玄人 拨琴 玄人 抱琴 今天就是我们讨论的四个 五字的名字 我挺喜欢这样记动作的 这样记动作的话 对我来讲就容易记 还不容易忘 记得牢固 对这个动作理解上呢 也更能深入很多 希望这样的小经验 也能给你一些帮助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四个动作的名字 你愿意记住吗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其他建议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让我知道我也可以把你的好经验 分享给大家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